截至今年7月 平农县原住民人口数为6328人 相较于103年底的58300人增加了2000人 成长率约3% 创立年新高 在人口增加的同时 政府相对的必须投入更多资源在各个面向上 因此规划系列社福政策 平农县政府鼓励辖内原住民善加利用 我们原乡地区的学龄前 三到五岁 我们提供了一些就学的福利 包括了我们在公务的幼儿园 我们每一个幼儿园都有补助8500元 那另外私立的幼儿园 我们也提供了相对的1万元的补助 我想基本上这些在每个学期 他们一般来讲都是会幼儿园 就会帮忙来争取 那这是整个对我们学龄前的幼儿园的一个社会福利的一个照顾 原住民幼儿三岁起 政府即投入学龄前教育补助 每位幼儿不管就读国幼班 相托或私幼 在资源不重叠的原则下 每学期最高可领取1万元的补助 另外在提升就业率部分 只要考取劳动部核发的技术式证照 政府还有补助 那在丙级征照呢 我们有相对的也提供了5000块的补助 那在乙级征照也有1万块的补助 那在我们的甲级征照呢 是6万块的补助 主要是说希望鼓励我们原乡的 我们的不管是各行各业 都能够提供一个这样子的机会 让他们在就业市场 更有一些竞争力 而为鼓励民间企业主 雇佣中高龄原住民 县府近年也提供奖助计划 凡雇佣年满40岁至65岁 原住民的民间企业 每雇佣一人奖励雇主 每人每月6000元 并奖励受雇原住民 每人每月2000元津贴 提升原住民劳动参与率 降低失业率 建议改善原住民生活 欢迎符合各项计划的原民朋友 把握机会提出申请 评论新闻张如云柳建荣采访报道